救护车车体严重凹陷挡风玻璃都破了 路边的行道数也被连根拔起 跟救护车对撞的休旅车车头全会 差一点掉进水沟里 现场惨不忍睹 车上的乘客陆续被送到医院 休旅车驾驶坐在轮椅上 表情相当痛苦 这起车祸发生在宜兰状围乡 昨天下午4点多 一台载着伤患的救护车 行经由美路三段美公路二段路口时 被休旅车拦腰撞上 包含救护车上的伤患 总共五个人受到轻重伤 索性送医检查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一次很像这样发生一个车祸 那目前的人员都已经 有我们宜兰的交西医求要 还有撞尾的救护车 送往杨大医院的救急当中 警方调查救护车有鸣笛 驾驶也都没有酒驾 由于休旅车上没有装行车记录器 救护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则被撞坏了 车祸详细原因还要警方厘清 GTV新闻综合报导